由于受到李洪志逻辑混乱,违反科学常理说教的困扰,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失去了对日常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以致精神失常。 这是中国北京的一所精神病医院,住院病人有很多是由于修炼法轮功而产生的。 这位病人,即使住在医院中,仍然打坐练功,天天如此。 因修炼法轮功而导致的精神疾患,对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危害都是十分严重的。 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法轮功信徒由于精神错乱,以致轻生追求死亡。 吉林省农民李友林痴迷法轮功,1999年,在李洪志生日前一天,他对妻子说,他要给李洪志过生日,给他烧香。 李洪志生日那天,他上吊自杀了。 我们不知道死者去向何方,只见生者无言,泪水航航。 山西省的大学生常浩池和农民李静忠,因修炼法轮功走火入魔,1999年7月一起自焚而死。 因修炼法轮功而自杀的案例还有很多。 这些法轮功信徒的不幸死亡,使人们联想到国际上一些邪教组织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死亡事件。 1978年,美国的人民圣殿教922名信徒一起服毒自杀。 1993年,美国的大卫教派与美国政府武装对抗51天,而后75名成员集体自焚。 1995年,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教徒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无辜者死11人,伤5500多人。 1994年以来,跨国教派太阳圣殿教在瑞士、法国、加拿大不断制造集体自杀事件,先后有近70名成员死亡。 同那些荒唐说教同样可怕的是,李洪志从来没有学过医疗技术,然而他却声称拥有为人治病的神通, 到处宣传他为人治好病的根本不存在的故事。 我正在上课呢,就进了一个罗国,有四五十岁啊,那个罗国那个驼背啊,驼得很厉害, 后边就像背了一个大包子一样啊,进来了,要治病,他妈他很痛,他还痛, 我一看我也不能,不管他呀,我这样吧,我说大家先这个耽误一会儿啊,我给他看一看。 看一看我拍了,我给他掌啊,拍了一下,然后呢,我一顶他,一个多锅儿,一个就值了。 李洪志就是这样为病人治病的,恐怕没有什么人能相信这种方法能给人治好病。 李洪志自己也明白,凭着几个简单的动作,治病的神话不可能常能继维持, 于是,他借用佛教中的业来解释人生病的原因。 他说,业力是由本人今生或者前世的过错产生的,是得病的重要原因, 如果吃药治病,就会把业力压回去,就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病。 我们认为啊,人是没有病的,只不过是业力存在造成的。 你在这个现有的空间中,你用药把他这个空间杀死了。 可是呢,我告诉大家,那个空间他没有死,他的根还存在着, 他还会生出来,还会得病。现在不得,将来得。 但是有些人呢,年龄中突然间,哎呀,像得了大病一样啊,哎呀,不行了, 吐了几口血,啊,吓他给我向上医院去了。 那我说啊,你的悟性就不好,你要真正的练功人他没有病。 那一针打上去啊,人觉得他是要的, 其实对修炼的人来讲,可能是最肮脏的。 法轮功修炼者们抱着趋病健身的目的, 每天都虔诚地前往练功点练功。 由于听信了李洪志的说教, 以为只要坚持修炼法轮功, 不治病,不吃药,也能使有病的身体康复。 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治疗机会, 酿成终生遗憾。 华裔美国人陈清泉先生是美国福建商会的会长。 1998年,李洪志曾为他治疗糖尿病, 并劝他修炼法轮功。 他说,三个有小证明他的病, 他还让我赞助, 赞助他没有说赞助多少, 但是我就给他一万美金。 结果后来呢,我们就按照他给我们的录像带书, 还有他交给我的这个法轮功, 我们每天早餐,四点半就起来,去练功啊。 他给我说,他说, 他练他的这个法轮功呢, 说你不能吃药, 因为我们这个胰岛素啊, 我今天要打这个胰岛素针啊, 他跟他一说就停掉了。 练了三个月以后呢, 哇,我自在自主不住了。 那天我就去查了一下, 哇,血糖爬到三百多四百, 有那一步还没练的, 没练的还两百多就打了。 吉林省吉林市干部梁忠成, 自从练习法轮功后, 就拒绝吃药和住院治疗。 他还在修炼心得中写道, 我要坚定不移地走修炼的路, 我就下决心永远不吃药, 最后因肝硬化不治而亡。 来自贫困地区的安徽中医学院学生叶小林, 得了结肠癌, 社会各界捐款十万元为他进行手术治疗, 使他的身体逐步康复。 然而就在这时他开始练习法轮功并离开了医院, 不再接受治疗。 两个月后, 叶小林的体重由58公斤减少到38公斤, 被人抬回医院。 病痛的折磨和深深的自责, 使他走上了跳楼自杀的绝路。 叶小林在日记中写道, 自从生病以来, 那么多人一直为我做了那么多, 可我自己做了些什么呢? 我怎么办呢? 我想完成我最大的愿望, 学好中医。 可惜, 他再也不能学习中医了。 李洪志确实在愚弄修炼者, 他不准法轮功修炼者治病吃药, 而他却很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仅动过蓝尾炎手术, 家中还存放了数量很多的各种药物, 随时可以服药治病。 李洪志原来工作过的公司, 还保存着许多他在医院治病的药备单据。 李洪志的歪理邪说, 对修炼者个人身心的摧残是触目惊心的。 在中国各地已有一千四百多名法轮功练习者, 或因练功走火入魔, 自残, 自杀身亡, 或因一物一疗时间病情恶化而死。 这些无辜的人抱着良好的愿望, 膜拜李洪志和修炼法轮功, 可他们不但没有达到趋病健身, 延年益寿的目的, 反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了永久的痛苦。 假如允许法轮功组织任意发展, 中国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受到愚弄和伤害, 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对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行为, 听之认之。 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组织的措施, 是无数法轮功受害者家属的强烈要求, 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